嗨,大家好,欢迎来到Chinese Podcast with 圣兰 如果你是第一次听我的播客,欢迎你的加入 我的这些播客是专门为中文水平为终极的学生制作的 在每一期的播客节目当中,我会和你们聊一些有意思的主题 它们有的是和语言学习,中国文化相关的内容 有的是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话题 为了让你们尽可能多地理解我说的内容 我说话的速度会比中国人日常说话的速度要慢一点 除此之外呢,我也会尽量把每一个字都说清楚 为了让你们更好的利用这些播客节目 来提高你们的听力水平 我给你们的建议是 一开始,你们可以先听两到三遍 你们先尝试去听懂尽可能多的内容 然后可以打开节目详情里的文字稿 一边读文字稿 一边再听一遍 这样做你们会发现 自己能听懂的内容 慢慢地会越来越多 你们现在所听到的 是我制作的第十期播客 这也是2022年的第一期播客 在这期播客节目当中 我想和你们分享的 是在新的一年里 如何提高你的中文水平 如何让你从中级的水平 进步到高级 如果你正在听我的播客 而且你能听懂大部分我说的内容 那么我相信 你的中文水平已经达到终极了 我猜你大概已经学了好几年的中文 对于那些基础的拼音 汉字 语法 句子结构 你已经非常熟悉了 此外 你能够运用中文 去表达很多 你想要说的话 你能听懂很多中文的内容 我相信 为了达到你今天的中文水平 你一定付出了很多努力 你应该为自己感到自豪 因为这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过呢 与此同时 你也许也遇到了 终极水平的平静 平静就是bottleneck的意思 遇到了平静 也就是说 你发现让自己中文水平更进一步 变得很困难了 别担心 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们学习语言的整个过程 可以分为好几个不同的阶段 在不同的阶段 我们进步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比如通常来说 当我们最开始接触一门语言的时候 我们的进步都会比较明显 会比较快 我们也许会非常惊讶 自己的进步之大 甚至可能会在心里想 诶 我简直就是天才 我太聪明了吧 我难道是有学习语言的天赋吗 在初级水平的时候 我们按部就班 也就是说 一步一步的 跟着老师学完那些最基础的 汉字语法和句型 在经过一些口语和听力的训练之后 我们能够很明显地感受到自己的进步 我们会发现 我们可以用这门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了 我们可以听懂好多的内容了 但在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想要更进一步 往前提高 比如运用更加复杂的句型 真正自如地 自由地 用这门语言表达我们自己的观点 以及听懂中文母语水平的材料 似乎对我们来说还是很困难 我们付出了努力 也坚持练习了 但是学习的效果 似乎并没有明显地提升 那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平静 和你们一样 作为一名语言学习者 我同样也遇到了这样的终极平静 尤其是我在学习俄语和法语的时候 目前我的俄语和法语水平 也都是终极 去年我经历了 自己的法语水平从初级 进步到终极的这样一个过程 一开始 我完全无法用法语 说出一个完整的句子 从六月份开始 我在italki上找到了一位老师 我们每周上四次课 每次课45分钟 这种学习的状态 仅仅持续了两个月之后 我就明显地感觉到了自己的进步 我发现我开始能够用法语 和我的老师讨论有意思的话题了 同时我也能够听得懂 全法语的播客 这种进步带给我的成就感非常大 不过当我的法语水平达到了终极之后 我也开始意识到 要想达到之前那样快的进步速度 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了 由于词汇量不够 要看懂法语原版的电视剧或者电影 听懂法语母语水平的播客 对我来说还是非常的困难 同时当我说法语的时候 我也还是常常会犯一些语法错误 现在我的进步速度明显变慢了很多 尽管我学习的方式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在这期节目当中 我结合我自己学习语言的经历 同时也站在一名中文老师的角度 总结了十个建议 或许可以帮助大家 尽快度过这个中文学习的终极平静期 另外为了制作这期节目 我看了一些视频 这些视频里有一些博主 介绍了他们自己学习语言的方法 同样的我也读了一些相关的文章 我相信那些视频或者文章 你们或许也看过 所以在这期节目当中 你们也许能够听到一些熟悉的观点 不过与此同时 对于有些观点 我有不同的看法 我会一一分享 解释给你们听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就请继续听下去吧 首先我的第一条建议是 找到你感兴趣的方式 你觉得有意思的方式 去学习中文 在给你们具体解释这个建议之前 我想先和你们分享 我学习俄语的经历 学习语言的方法有很多 但当我在大学里学习俄语的时候 我们的学习方式非常没意思 我们主要做这样一些事 练习语法 读课文 背课文 记单词 总而言之 这种学习的强度是很大的 也就是说 我们得每天花大量的时间 而且过程非常的无聊 枯燥 我觉得这种方式 确实有它的好处 它能够让学生的语言基础 建立的比较牢固 有利于之后的学习 我自己在教中文的过程中 也能感觉出来 如果一个学生在大学里 专门系统地学过中文 那么他说出来的句子 在语法上 通常错误会比较少 但这个问题是 很少有同学能坚持 这么高强度地学习下去 这需要一个人非常的自律 所以结果就是 在我大学的班级里 只有几个非常努力的同学 他们最后达到了 非常高的俄语水平 而其他的大部分人 都和我一样 学得非常的痛苦 对于这门语言 完全没有了兴趣 毕业之后 我们很多人 再也不想碰俄语了 除此之外 我觉得这样的语言方式 太过于重视语法 它要求学习者 百分百准确地掌握语言 运用语言 我觉得我的老师们 总以为他们讲过一遍的语法 我们作为学生 就能马上记住 并且能完全正确地运用 可是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 犯错误 是非常正常的 如果老师的要求太高 这很容易打击 学习者的自信心 非常不利于 长期坚持学习下去 在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 也就是大一大二的时候 我也是用这样的方式 学习俄语 当时我学得非常不开心 因为我觉得我花了很多时间 练习语法 读课文 背单词 可是并没有用 众所周知 俄语的语法非常复杂 虽然有一些规则 但是规则之外的 例外情况更加多 我觉得自己很难说出一个 没有语法错误的句子 于是我害怕开口用俄语说话 尽管我们当时其实也没有很多机会来说俄语 对我来说 改变是从大三的时候开始的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 我去俄罗斯 学习了两个学期 这一年对我俄语的学习非常的重要 非常关键 在去俄罗斯交换学习之前 我已经学了两年俄语 可是我学得很差 我的自信心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我当时真想放弃学俄语这件事 可是我已经学了两年 我必须继续再学两年 等毕业之后 我才能选择放弃 在俄罗斯 我的俄语进步很快 我觉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 我在YouTube上看了很多俄语视频 当时我对极简主义 零垃圾生活之类的主题 非常感兴趣 于是我尝试用俄语来看这个内容的视频 虽然我不能明白视频里 那个博主 他们所说的全部内容 但是我对这些话题已经非常了解了 于是我尝试用俄语视频的很多内容 而且随着我在课堂上学的东西越来越多 我能够听懂的内容也越来越多 更重要的是 从那个时候开始 学习俄语 对于我来说 不再是一件 让我觉得非常痛苦的事情了 相反 我觉得越来越有意思 因为通过俄语 我能够去了解我感兴趣的内容 现在我已经大学毕业 我的工作和俄语没有什么关系 我也已经不需要为了考试而去学习俄语了 但是我现在还在继续学俄语 因为我开始觉得这件事非常有意思 好的 听完了我学习俄语的故事 我们来总结一下 在大学的头两年 也就是大学一年级和大学二年级的时候 我学习俄语使用的是非常传统的方法 大部分的时间 我都花在了学习语法规则 了解俄语的句子是如何构成的 这样的一些事情上 而在大学的最后两年 也就是在我大学三年级和四年级的时候 我学习俄语的方式 主要是把俄语当作一种工具 去获取信息 我大量的看俄语视频 听俄语播客 用俄语说话 在我看来 这两种方法 对于语言学习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不能只用其中一种 比如说 如果我们只专注于学习语法 那么我们可能无法开口 用这门语言说话 我们可能完全不能使用这门语言 而学校里传统的语言教学方法 便是这样 把重点几乎全部都放在了语法上 结果呢 就是 我们根本无法开口 用外语说话 但是 反过来说 如果我们完全不学习语法 直接接触语言材料 比如说整天听播客 和人用中文聊天 这样我们的学习效果 也不会太好 因为我们能够理解的内容 能够听懂 看懂的内容 非常少 当我在YouTube上搜索 语言学习的相关视频的时候 我发现 有很多人推荐这一种 学习语言的方式 他们认为 我们不应该把外语 当作第二语言去学习 我们不应该学习语法规则 而应该像我们小时候 掌握母语一样 直接去听 去说 通过这样自然的方式 去掌握一门外语 说实话 我非常不同意这种观点 因为我们必须认识到 学习外语和掌握母语 是不一样的 其中最大的区别就是 当我们学习一门外语的时候 我们其实没有足够的语言环境 通常我们并不生活在 说这门语言的国家 也没有人整天用这门语言 跟我们说话 而学习一点语法的规则 其实可以帮助我们 更加有效率的 去使用这门语言 所以我觉得 学习一门语言 传统的语法学习 和这种自然的学习方式 都是很重要的 不过呢 在学习语言的不同阶段 我们学习的重点 会有一些不一样 当我们刚开始 学习一门语言的时候 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 用传统的学习方式 学习这门语言的单词 语法 句型 等等 同时 我们得花一点时间 练习 用这门语言和人交流 和人说话 随着我们学习的词语 句子 越来越多 比如说像你们这样 中文水平已经达到了终极 那这个时候 你应该慢慢的 把更多时间 认真的去听 认真的去听 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一个背景音 你能够去努力地理解尽可能多的内容 无论你是想通过 播客 播客 视频 还是书籍来提高中文 你需要注意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那就是你 那就是你所选拨的这些语言学习材料 它们的难度要和你目前的中文水平差不多 最好稍稍稍高于你的水平 如果那些内容对你来说太简单 那你任何新的东西也学不到 相反 如果内容太难 你连播客 你连播客 视频 或者文章的大概内容都无法理解 那么你根本不会有动力继续下去 所以对你来说 如果你对一个播客节目感兴趣 同时你能听懂其中60%至90%的内容 那么这个播客就非常适合你拿来学习 现在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 上面我给你们的两个建议 你们可以去找一些首先自己感兴趣的 其次难度适中 也就是说不太难 但也不是很简单的中文播客视频 这样做之后 你一定会有更多的动力去学习中文 你根本不需要逼迫自己学习 你不需要每天提醒自己 啊 今天我不能去派对 我得学中文 相反 你会每天迫不及待的 想要听中文播客 看中文电影 看中文视频 中文书等等 第三个建议 开始用中文阅读书籍 也就是开始阅读中文书 在大家刚刚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 也许有老师和你们说过 阅读不是很重要 的确 对于中文初学者 对于刚刚开始学习中文的人来说 练习说汉语更加重要 因为如果要阅读中文 那得先学会汉字 而对于初学者来说 这是非常难的 可是对于你们 对于中级水平的中文学习者来说 如果你想要提高你的汉语水平 阅读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该如何开始阅读中文书呢 应该先读什么样的书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 你应该先从简单的 你感兴趣的内容开始读 我自己最开始阅读英文书的时候 是先从儿童文学开始读的 在我读高中的时候 我开始读一些写给小朋友的英文小说 那些小说虽然很简单 但是我觉得不是很有意思 我根本没有动力读下去 后来我又开始读一些英文的名著小说 就是那些几百年前写的 非常经典的小说 那些书非常难 我也没能读下去 不过最近 我找到一类内容很简单 同时我又感兴趣的书 那就是爱情小说 一个月前 我的朋友给我推荐了 一位爱尔兰的作家 她的名字叫做Sally Rooney 她写了三本爱情小说 一本Conversations with Friends 一本Normal People 还有一本Beautiful Words Where Are You 这三本小说里的故事 都非常有意思 而且词汇不太难 我差不多一个星期读完一本 而且读的过程中 我非常有动力 因为我特别想知道 最后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们要开始阅读中文书 或许也可以从爱情小说开始读 因为他们通常都不会用太难的单词 这些书里 他们用的都是一些最日常的词汇 故事也一般比较有意思 除了上面说到的那些听播客 看视频 阅读 这些被动的输入之外 我觉得你还应该有一些主动的输出 在这里 输入的意思是说 你去听播客 看视频 阅读中文书 在这个过程中 你努力的去理解中文的内容 而输出的意思则是 你自己用中文写日记 写文章 以及开口说中文 那具体你可以怎么做呢 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那就是复述 比如你看完一个中文视频 或者你听完了一个中文播客 那么你可以把你理解的内容 写下来 或者说出来 你可以复述一下 这个视频或者这个播客 它的主题是什么 它介绍了哪些内容 视频里面 播客里面 有哪些主要的观点 而你自己又是怎么看待 里面的内容的 与听播客 看视频这样的事相比 写和说的难度更大 也就是说 我们去写 去说的动力会更小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花大部分的时间 做语言的输入 去听播客 看视频 另外小部分的时间 用来做语言的输出 也就是去写 去说 在语言的输出 在语言的输出练习当中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说比写更加的重要 也就是说 相对于写 你可以花更多的时间 来练习说中文 那么我想给你们的第四个建议 就是 如果你愿意花一些钱的话 我建议你找一个专业的中文老师 长期练习口语 和一般的母语者练习口语 也是很好的方式 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 专业老师的帮助呢 因为专业的老师 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他们能够理解 你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 可能遇到的困难 也能更好地明白 你更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帮助 从而能够更加高效地 解决你的问题 帮助你提高你的中文水平 不过在这里 我还想说的是 语言学习 更多的还是你自己的事情 老师能够帮助你 但是你自己的努力 永远是最重要的 当你找到了一个专业老师 除了课堂上的练习之外 如果你能在课下 也就是下课之后 坚持听播客 看中文书 用中文写文章 同时还积极地提问 那么你的进步 一定会非常快 第六个建议 不要害怕犯错误 努力地去用中文表达你自己 在你说中文的时候 你应该尽力 用你学过的单词和句型 去表达你的想法 请记住 你是学习者 所以犯错是非常正常的 在表达的过程中 最重要的 不是说出完美的句子 而是能够让别人 理解你的想法 所以即使你的词语 用得不太对 即使你的句子里 有语法的错误 即使你的音调不准确 发音不标准 也请自信地用中文说话 用中文去表达你的想法 除了在课堂上说中文之外 你还可以利用 其他一切可能的方式 来使用中文 比如你的中国朋友 在Instagram上发了一张图片 那你可以试一试 用中文给他留言 不用担心你的表达是否地道 词语用的是否准确 句子是否有语法错误 犯错也没关系 因为作为语言学习者 我们只有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练习 一次次犯错 我们的水平才会提高 第七个建议 不要太在意发音 发音对于掌握一门语言来说 的确非常重要 当我们的外语发音 很标准的时候 我们说这门语言会更加自信 但是请记住 不要过分地关注发音的问题 如果我们不是从小就开始学习一门语言 不是从小就在某个语言环境中生活 相反 我们是在成年后开始学习这门语言 那么想要达到母语的水平 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只能通过不断地努力 无限地接近母语的水平 对于发音来说 尤其是这样 以我自己为例 尽管已经学了十多年英语 但大部分的学习时间 我们都在学习单词 课文和语法 用来练习说英文和听英文的时间比较少 所以呢 虽然我的发音还不错 但是我常常也不满意自己的发音 我梦想拥有完美标准的英式发音 但现实却是我的发音混杂了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的发音 虽然我知道经过一些集中的专门的训练 确实可以说一口地道的英式英语 但是我意识到 在目前这个阶段 我没必要那么在意自己的发音 因为比起发音 积累一些高级的词汇 用英文更加流利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这对我来说更加重要 第八个建议 每天学习中文 并让这件事成为你的一个习惯 语言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需要长期坚持练习 你才会有进步 所以你每天都应该要学习中文 最理想的状态是 每天能够花一个小时 至三个小时的时间 学习中文 如果时间花得太少 那你学到的东西也会很少 但如果你花太多时间 比如你每天花超过三个小时的时间 学习中文 那你学到的东西也不会太多 而且你很难坚持下去 所以最佳的选择是 每天学习一个小时 不过也许你以前 给自己定过这样的目标 也许以前在新年的时候 你对自己说 嗯 今年我要每天花一个小时 学习中文 可是还没能坚持两天 你就发现 要做到这一点太难了 毕竟我们的生活中 不是只有学中文这一件事情 我们还有很多其他事情要做 如果你觉得自己没办法 一开始就做到每天学习一个小时的话 那你就不要定这样的目标 你可以把要求降低一点 把目标缩小一点 把目标变得简单一点 让你的目标小到不可能失败 比如 原来你可能要求自己每天学一个小时的中文 但你没办法做到 那么你可以先从每天学中文开始 哪怕今天你只学了一分钟的中文 那么你今天的中文学习目标也算是完成了 这样一来 你至少能够养成每天学习中文的习惯 之后你可以慢慢的增加学习的时间 不仅仅是学中文 这个方法其实也可以运用到其他很多事情上 如果你有一个目标 比如说你想学会弹吉他 那但你不知道要怎么实现这个目标 不如先开始买一把吉他 从每天练习五分钟开始 等你开始习惯做这件事情之后 你再慢慢改进 比如你也许觉得自己每天练习五分钟 没有进步 那么这个时候 你可以考虑找一个老师帮助你 第九个建议 除了练习语言技能之外 你还可以多了解一些中国文化 你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比如有一个播客的内容 是你很感兴趣的 它的主题是你早就非常熟悉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 即使这个播客里面 有很多你不认识的字 不认识的词 但你也能听懂大部分的内容 相反 如果一个播客的主题 你并不熟悉 你并不感兴趣 那么即使里面的词 你差不多都认识 你还是很难理解 这个播客的内容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是因为语言本身 它只是传递信息 传递思想的工具 我们只能够听懂 我们已经理解的内容 所以有时候 如果你听不懂 或者你看不懂 某一段中文的材料 也许并不是因为 里面有你不认识的单词 更重要的原因 我觉得是因为 你并不熟悉 其中的文化 其中的文化背景 这个文化背景 包括很多的东西 比如说历史啊 思想观念 习俗 美食 节日等等 如果你来自亚洲国家 那么理解中国文化 对你来说 应该不是很难 但是如果你来自 欧洲 非洲 或者是美洲 等等的地方 那中国文化 和你自己国家的文化 它们的差别 应该非常大 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 非常多 那么在学习中文的时候 除了去学习那些词语 语法 剧形 以及练习中文的听力 和口语之外 你最好还多去了解一下 中国的文化 这对于提高你的语言水平 非常的有帮助 第十个 也是最后一个建议 是学习成语 首先我们来看看 成语到底是什么 在中文的网站 百度百科里 对成语 这个词的解释 是这样的 成语是汉语词汇汇中 定型的词 定型的意思呢 就是说 它们有固定的结构 而通常是四个字 成语主要有两种类型 第一种成语 有非常久的历史 从古代开始 中国人就开始使用它们了 它们通常会有背后的故事 所以如果不了解这些故事 那我们完全不能明白 这些成语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比如说 手猪带兔这个成语 猪的意思是一棵树 那么这个成语 手猪带兔 它字面的意思是说 在一棵树旁边等兔子 也许你的朋友 会对你说这样的话 诶 你在这儿手猪带兔吗 听到这句话 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其实这个成语 有一个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农民 他在田里干活 非常辛苦 当他累了的时候 他坐在一棵树下休息 有一次 一只兔子撞到了这棵树上 这个兔子死了 农民很开心 他心里想 如果我每天都坐在这棵树下等 每天都能收获一只兔子 那我就不用辛苦工作了 可是后来 再也没有兔子 撞死在这棵树下 中国人用手猪带兔这个成语 形容那些想得到很多东西 但是不愿意付出努力的人 以及那些非常固执 不懂得改变的人 那我们回到刚刚你的朋友 对你说的那句话 哎 你在这儿手猪带兔吗 现在你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 对 没错 你的朋友在对你说 你有目标 但是却没有再努力 好的 听到这里 你也许会觉得 哇 成语太难了吧 的确 成语很难 但是 我也有一个好消息 要告诉你们 刚刚我说的这第一类成语 他们在生活中 用的其实比较少 有很多这样的成语 连中国人自己也不能完全明白他们的意思 中国人也经常会用错这些成语 所以对于这一类的成语 你们不用花很多时间去学习 偶尔学习几个就可以了 在学习这些成语的时候 除了了解这些成语背后的故事 更重要的是要知道他们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第二种成语就比较简单了 他们的背后并没有故事 通常你看到这个成语 就能立刻明白它是什么意思 这样的成语 在生活中用的非常多 因为他们仅仅用几个字 就能表达非常丰富的意思 比如说 感同身受 这个成语 它的意思是 有同样的感受 如果你的朋友 给你分享了一个 他自己的故事 而你正好也遇到过 类似的事情 你可以说 嗯 我也感同身受 对于中级水平的中文学习者来说 学习这一类的成语 是非常重要的 它不仅能够让你的表达 更加接近母语者的水平 更加地道 还能够提高你的听力水平 能够让你更加轻松地听懂 母语者说的话 好的 以上就是我想要分享给你们的 十条学习中文的建议 它们分别是 一 找到你感兴趣的 你觉得有意思的学习材料 来学习中文 二 使用适合你水平的语言材料 三 开始阅读中文书 四 用中文复述 你所听到的播客 你所看的视频 五 找到一位专业的中文老师 长期地练习口语 六 不要害怕犯错 尽力用中文去表达你的意思 七 不要太在意你的发音 八 每天都学习中文 哪怕只有一分钟 九 多了解中国文化 十 学习成语 你不一定要使用所有这些方法 你可以选择其中适合你的方式 好的 这一期播客 视频 非常的长 非常感谢你 听到了最后 希望在新的一年里 大家的中文水平 都能有 很大的进步 不过 更重要的是 请继续享受 学习中文的过程 而我也会继续为大家制作播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